人受夠曖昧了嗎? 是不是想要move on? 是不是想要告白了? 但好像又不太確定相處的時間 是不是真的已經夠久夠長? 他到底是不是對的人? 有沒有某些方法某些問題讓我可以思考 現在這個對象到底適不適合自己? 今天米露準備了五個問題要幫助你釐清 他到底是不是真正適合我交往的人? 和他交往前你必須弄清楚的五個問題 到底為什麼要交往? 到底為什麼要在一起? 在一起到底是不是值得? 希望這支影片可以讓你多多思考 為什麼你選擇了他? 你是暈了還是真的想跟他在一起? 我有過這種經驗 大概二十幾歲的時候 對方的外表是我的菜 乾乾淨淨了 然後講話有點ABC的感覺 在國外練過書 然後也和我一樣做新媒體的相關工作 我覺得彼此蠻聊得來的 是透過朋友認識的 然後我特別覺得他講英文的時候 非常非常有吸引力 前面相處的都很好 跟我的朋友出門的時候 他也非常的大方 我就覺得這個人蠻好的 後來就在一起了 但交往了兩三個月之後 我就發現其實我們超不適合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根本沒有辦法跟他好好的聊天 當我們兩個人單獨相處在一起的時候 平時講話的內容很無聊 就搭不上你知道嗎? 所以到最後就大概三個月就分手了 那是我第一次發現 會讓你暈的人 其實並不一定適合跟你交往 並不一定適合跟你在一起 所謂的暈啊 我覺得指的是一種著迷 一種你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的神秘的吸引力 或說性吸引力好了 你就覺得我好想要佔有這個人 我好想要探索他的全部 但談戀愛只要有性吸引力就結束了 其實並不是嘛 不然所有的男生都跟AV女優在一起就好啦 對不對 戀愛中所需要的呢 更是共同的興趣 或者對彼此社交圈的認同 工作的認同 經典觀念的磨合 一起前進的方向是吻合的等等 不然你叫一個原本只會天天點外送的人 幫你煮飯 因為你認為煮飯才是真正有在一起的感覺 那就是折磨人也折磨自己嘛 放到談戀愛上來講 這個人就覺得說 約會就是長時間待在家裡面看Netflix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是覺得說 一定要去戶外走走 那你們本來就不適合一起生活啊 雖然你在對他再喜歡 在於然後對他有多渴望又怎麼樣 不適合就是不適合 真正進入關係的條件 除了原本就很重要的 性吸引力之外 另外一個也很重要的就是 你們是否有一起過生活的條件 這個暈啊很像信吸引力 但適合在一起的條件 很像你們彼此的心理需求 那如果你對他只有暈的這個需求 而實際上的心理需求沒有跟上的話 那眼前這個對象 你真的就要想一下了 搞不好你只是實際暈 但根本沒有辦法好好的在一起 別浪費彼此的時間了 再來第二個 我真的有時間跟他在一起嗎 對 我很忙 你也很忙 這大家都知道 我聽過太多太多人不交男女朋友的原因 就是要沒時間 所以在真的要進入下一步認真的關係之前 拜託你先好好地問自己 你真的有空談戀愛嗎 現在談戀愛對你來說是最重要的事情嗎 你願意為了一段可能美好 但可能不美好的關係 去投資你現在所擁有 僅存寶貴的下班時間嗎 拜託上班就累了要死了 然後你七點多下班 還要因為這個男朋友他今天心情不好 然後陪他四五個小時開導他 你願意嗎 如果這個人不優秀 那你就不會願意做這個事情了 所以如果你不想 或認為眼前的這個對象不值得 那拜託請你去好好的工作 先把戀愛放慢放下來 因為你可能還沒準備好要談戀愛 或者眼前這個對象就是沒有那麼出色到 你值得花這麼多時間 所以此刻如果你覺得 與其花三個小時跟他聊天 那不如自己在家看一部Netflix的劇 追劇也比較舒服 那你千萬不要比自己談戀愛 這樣說或許太直接 但我覺得沒有不忙的現代人 大家的時間都很寶貴 所以我們在戀愛中 其實正正在找的是一個 可以融入我生活步調的另一半 而且對我來說 非常舒服沒有勉強 像我放假最不喜歡的就是戶外運動 我是一個完全不爬山的人 我是一個喜歡在家追劇 看書去酒吧的人 所以如果我交了一個 假日超喜歡花時間去爬山的朋友 他對我來說一定是很痛苦 我一定會很痛苦 然後很難維持這段關係 因為我就不喜歡跟他去爬山 我覺得他去爬山會損耗我很多的精神 跟很多的體力 所以眼前這個對象值不值得你花時間 還有你願不願意花時間在他身上 是一個非常好判斷你到底適不適合跟他在一起的判斷標準 當然這也包括所謂的遠距離戀愛 因為遠距離一定要花更多的時間在溝通嘛 而且除了要想一想你願不願意花時間在他身上之外 你也要想的事情是 他願不願意花時間在他身上 第三點 我們配嗎 這題實際想說的事情是 你確定他有跟你一樣喜歡你嗎 幹嘛一定要確定他喜歡我跟我喜歡他一樣多 我們才可以在一起 你搞不好不這麼樣覺得 但我還是想極力的勸說大家 盡量在確認關係前 盡量達成這一個互相喜歡的平衡 否則在一起之後一定會衍生出許許多多的問題 比方說我想每天跟你見面 但你不想每天跟我見面 或者是我認為我在關係裡面對你付出的比較多 因為我比較愛你 然後在我付出了之後 我就開始要求對方說 為什麼都是我在付出我的愛 你好像沒有特別花時間在談戀愛等等 但想想 對方也沒有要你付出的那麼多 對不對 是因為這一開始的平衡就歪斜了嗎 因為我愛你比較多 所以我願意對你付出比較多 但搞不好 我付出了這麼多是讓對方感受到壓力 所以回到這一題的主軸 就是最好是在確認關係之前 我們讓彼此的喜歡是達到盡量的平衡的狀態 以此來避免在交往後彼此投入的失衡 試著在交往前衡量一下 如果你愛他是80分的話 那他愛你 我覺得最好在70分到90分之間 過於不齊都不太好 因為愛是雙向的 如果這個天秤傾向任何一邊 對我來說 我都會覺得蠻痛苦的 這一陣子 米露有經營一個新的LINE群組 他是免費加入的 而且是立民的 他的名字叫做 一路練習 回答你的戀愛問題 裡面呢 我每一段時間都會出一個練習提議給大家 就是出作業的意思 那前幾天呢 很好玩 我就出了一集叫做 約會中最讓你反感的事 選項1是對方想要省錢 選項2是對方遲到或想要找走 選項3是 約會的時候不專心 就一直滑手 一直不理你 或者選項4一直發牢騷 或者第5點就是對別人 或對服務人員不禮貌 結果呢 群組裡面300多個人統計出來 最讓人反感的就是第5點 對服務人員沒有禮貌 經營了大概一個多禮拜吧 我覺得這個群組蠻有趣的 因為可以透過我的提問 了解大家對於交往相處 戀愛的看法是什麼 雖然我本來在設計題目的時候 我就覺得第5點 這個對別人沒禮貌 是很討厭的 但我不確定我是不是很奇怪 搞不好別人不會這樣想 但透過這個群組 我知道說 大家的看法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歡迎所有人喜歡思考 也在戀愛中 尋求解答的朋友 一起加入米露的Line 取鬧QR Code放在這邊 現在就可以掃編加入了 讓我們互相陪伴 互相成長 我覺得戀愛就是一個發現光的過程 你可能會在自己或對方身上 不斷地發現各式各樣溫暖的光亮 所以呢 在群組裡面互相分享彼此的答案 我們就可以一起練習 然後發現彼此的光 或成為彼此的光 我覺得蠻好的 現在就掃描畫面上的QR Code 就可以加入 是免費的 而且是匿名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 別人會發現你問了什麼 一起練習吧 觀察他是不是一個有禮貌的人 不要說你啦 我自己在對一個人有好感的時候 或曖昧時期 也會很努力的 想要把自己裝成另外一個人 我們會用盡辦法去獲得 對方對我們的好感嗎 這是我認為大多數的人 有能力也都做得到的事情 我們很難對自己喜歡的人 沒有禮貌對吧 我們不會約會吃飯 吃到一半就說 欸你幫我拿杯水 欸你為什麼沒有幫我倒水 我水喝完了 除非你是什麼霸道總裁 或對方很M對不對 那到底要怎麼樣觀察 這個人的本性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觀察他對陌生人的態度 不是對我的態度 也不是對你的態度嘛 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是有意識的 想要討好對方 所以我們必然會把自己打理得非常好 把自己的表現非常有禮貌 去博取對方的好感 所以我的建議是呢 那如果你們通常都在家約會的話 那建議就約在外面的餐廳 去觀察你的對象 對於陌生人啊路人啊服務生 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他是否會把別人貼心的服務 視為理所當然 是否在他的世界裡面 職業就是有分貴賤 如果有 那你想一想在交往之後 你們有可能從頭到尾都維持的一個平等的關係嗎 如果不是的話 他會不會像陌生人一樣 那樣沒禮貌的對待你 當你們的關係失衡之後 或者當你們吵架 或者感情遇到一些狀況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會開始對你沒禮貌 如果你還沒約他在外面吃飯 請馬上約他到外面吃飯 而且可以去觀察一下 你約路邊攤跟約高級餐廳 他會不會對服務人員的態度不一樣 最後第五點我覺得也非常重要 這條叫做弄清楚他身上的衛報彈是什麼 什麼意思呢 每個人在相處的時候 一定都有自己的底線對不對 像常見的就是不能接受 另外一半跟自己借錢 或是不能跟一心單獨吃飯 或者是不能對另外一半說謊 這些我們都聽過 然後大多數我們也都認為 很合理 你有你的標準 我有我的標準 OK 我們只要搞清楚就好 但實際上對每個人來說 這些標準其實都有些些細微的不同 我們用上班來舉例好了 有的公司就不能接受你把辦公室 一支20塊的原資筆帶回家 要清點要盤查 但是這家公司可以接受 你在需要報仗的應酬或飯局 帶你的另外一半來吃飯 欸 但在我眼中很奇怪啊 這些這兩件事情都是花了公司的錢嘛 而且拿筆還花比較少對不對 明明吃飯花了比較多 但老闆卻無所謂 那就代表這個老闆的餵報 但其實不在於是錢這件事情嘛 他有別的因素在嘛 所以我們回來看 不能跟一心單獨吃飯這件事 他就有很多種解釋 像是如果單獨吃麥當勞 其實可以他不在乎 那他們吃路邊攤其實也可以 他也不在乎 所以也許你最後可以弄懂 他所在意的事情是 他不想要你跟其他異性去吃那種 義大利麵有套餐的那種啊 日式料理那種正式的晚餐 他不行 可是你如果下班午休時間 去吃這個一個小時的便當店 他可能就無所謂 那就是每個人標準不一樣嘛 那可能對在另外一個人來說 可以吃飯你怎麼吃都可以 但是就是飯局內不能有酒 那這個就是大家的標準不同 所以在交往前先弄清楚這件事情 會對交往之後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如果你平常生活習慣 交友習慣就是很容易踩到對方底線的 你就是一個業務 你的業務你就是有時候需要 接送你的同事啊客戶啊 去哪裡或怎麼樣之類的 那你就 對嘛就不要叫一個很介意 就是異性坐在男朋友駕駛座的人嘛 我最近看到一句話叫說 男生跟女生在一起的時候 都希望女生不要變 女生跟男生在一起之後 我都希望男生可以改變 真的是 痛很痛 但就奉勸大家不要折磨彼此 同時也弄清楚自己的 胃包蛋在哪裡 有時候這種胃包蛋就是沒有理由 我不爽就是不爽 而且這個不爽呢 是很容易在一切都順順利利 順順唱唱的時候 突然啪就沒了 啪就沒了好不好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練習 我準備了五個問題 希望幫助大家在交往前用這五個問題 審視一下可以幫你思考 眼前這個對象或是潛在的對象 到底適不適合你繼續花時間去追他 或跟他相處 以及你適不適合跟他在一起 哈囉我是蜜鹿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米露的Youtube頻道 然後米露的Instagram最近也蠻好看的 我有時候會把這個 一些戀愛思考的小題目丟到IG上面 但今天最重要的 歡迎加入我的這個 一路練習的群組 裡面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事情在等等你 如果你有戀愛問題 因案雜症的話 也可以丟到群組裡面 讓大家幫你回答 上面的人都超熱心好不好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在下一個集結束 在下一個集結束 的啊 剛才啊 這手製衝 啦 熊